年北的三个民族武装,果敢同盟军,若开军和德昂军,在中方的帮助下,与缅甸政府军达成了停火协议,这一消息引起了网友们的热烈讨论,动见历史人物,品息世间百态,欢迎订阅爱观历史,网友们有两种主要的观点一种是,这是一个好消息,同盟军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同盟军现在控制的地区,已经是果敢线的三倍多了,比以前老蓬统治时期还要广阔, 自从1027飓风行动开始,同盟军陆续夺回了南侃,木邦,桂盖,大蒙夷,蒙古,棒赛,滚弄,清水河,老街等等许多位于果敢以外的重要地点 在这种情况下,部队也需要休息和整顿,否则可能会走得太快,力量跟不上,防守不住,他们对现在的局面很满意,刚刚占领了那么多的地方,需要一段时间来巩固,尤其是要消化掉大蒙夷那些历来清免的汉人 现在停火的时机很合适,如果真的要攻打蜡虚,即使能够攻下来,也有很大的可能会消化不了 而且,现在只是三个兄弟停火而已,克伦,克伦尼,清邦,克钦,人民保卫军等等还在继续战斗 如果缅甸政府军真的撑不住了,随时可能放弃协议 同盟军经过两个多月的战斗,身心都已经到了极限,现在是需要休息和训练新兵的时候,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今年年底将要进行缅甸大选了 现在缅甸政府军在开除了民盟不给他们选的情况下,无论最后的选举结果如何,都会进一步激化全免的矛盾 到那时候就可以一举拿下蜡虚 所以说,现在是休息,等待最佳时机,很好的 第二种是,不能停战,一定要打下去 一将圣勇追穷寇,不可公民学霸王 错失机会将造成永远无法挽回的局面 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 一定要趁着现在敏昂来自顾不暇打下蜡虚 等他平定了其他内乱 他一定会回头打同盟军的 从历史经验来看,娘来这个人没有任何信义可言 一切都是缓兵之计 暂时的停火协议,也只是一个阶段性的结果而已 不是结束 这次和谈,还有一个最大的谜团 那就是白锁成他们 他们是通缉犯,却还没被交给我方 一场风起云涌的局势,在木杰口岸掀起连衣 人们都在预测着木杰大会战的即将打响 然而,就在所有人都为即将到来的紧张时刻做好准备时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木杰口岸却神奇地重新开放 和平如期而至,让人们惊叹不已 曾经,木杰口岸被视为紧张局势的象征 各方在这里交锋 一场激烈的对抗似乎在即 战略家们对木杰大会战进行了各种预测 各种猜测在舆论中四处传播,缅甸刚刚传出最新消息 敏昂来和苏其都的谈判失败 苏其都宣布自己旗下的44师不再接受敏昂来的指挥 也不再接受缅甸军政府的军饷和物资 即日起跟缅甸军政府决裂,宣布独立,面对苏其都的背叛 敏昂来也是毫不含糊,立即派出两个加强师 总计两万人的兵力准备对苏其都的第44师进行围剿 而苏其都也在庙瓦底一带收缩防线 以44边防师约7000兵力准备与政府军死磕 苏其都这次是真的铁了心这事闹得可不小 苏其都这次是真的铁了心 再也不听敏昂来的指挥了 从1月22日开始 他宣布自己的44师不再听从缅甸军政府的命令 连军想和物资都不要了 跟他们彻底划清了界限 缅甸军政府二把手索文副大将都急忙去找苏其都谈判 想说服他回归 但看样子苏其都是下定决心了 谈判彻底失败 敏昂来也不是省油的灯 一看谈判没戏 立马开始集结兵力 准备对苏其都的44师动武 想要一举解决这个麻烦 苏其都也不傻 赶紧把他手下的克伦边防军都召回到庙瓦底地区 做好了抵抗的准备 他们打算在水沟谷 KK园区和塞西港这些地方守住 一旦缅甸政府军来攻 就立马反击 不过 苏其都的处境真的很难说 他虽然有7000名精兵 但敏昂来手下的缅甸政府军已经超过50万 围剿他的部队至少也得有2万人 苏其都这个人 先是背叛克伦解放军 后又背叛缅甸政府军 现在又自立为王 完全是个没朋友的角色 他在庙瓦底园区搞电炸和嘎腰子 赚了一大笔 可能就是因为这些才这么胆大包天 敏昂来虽然也不是好人 但苏其都更糟糕 这种人真的不值得同情 这场战争看来是迟早的事了 希望能早点解决掉这个乱子 当敏昂来听缩温中将汇报后 恼羞成怒 大发雷霆 在总统府不停地咆哮 嗷嗷叫 大骂苏其都 巴嘎 巴嘎 巴嘎牙露 你的良心大大的坏了 老子被你气得发土 想跟你动武 并发誓要派两个加强师 不惜一切代价 剿灭苏其都这个电炸保护伞 不剿灭苏其都 是不罢休 看敏昂来气成了啥样了 恨不得把苏其都生吞活泼了 才解心头之恨 造成如此结局怪谁呢 只怪敏昂来 当时只看样样不开门 才让苏其都 从一只温柔的小绵羊 变成了一只温神 穷凶极恶在世界祸害人 现在知道他生有反骨了 翅膀硬了 就落井下石来了 把你推到井中 爬也爬不起来 哭得死去活赖 两眼泪花认风采 所以 当初不看清 苏其都本来就是个 忘恩负义的小人 连本民族克伦同盟军 都要背叛 难道不会背叛 尼米昂来 一样会背叛 只不过在没有同盟军 打败的时候 缅军在缅北国感地区 有很大的军事实力 威胁着苏其都 当然顺从缅甸军政府 如今不一样了 缅军在国感老街 被同盟军打得落花流水 一败再败 夹着尾巴逃跑了 苏其都一看缅军 这么不精打 军事实力这么弱 还想领导他 就有点看不起 和不怕缅甸政府了 看不起是看不起 缅甸军政府 苏其都这只千年狐狸 还是非常狡猾的 为了安全起见 苏其都这边也在做准备 把外围的兵力 往庙瓦底收缩防线 从情势来看 苏其都有可能 要和缅军决一死战 绝不做贪生怕死的假老恋 这样的话 即便打不赢缅军 也要狠狠地咬一口 痛得缅昂来泪花 流成一根线 不停地泛滥 急得不知怎么办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苏其都大概有七千兵力 都是英勇善战的克伦族士兵 战斗力还是很强的 虽然缅军有两万兵力 配有飞机坦克大炮 但士兵战斗力不强 意志力薄弱 要想轻而易举 吃掉苏其都这七千人 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需要花一把大力气 我这样说 并不是看不起缅军 而是苏其都诡计多端 手上又有几千亡命之徒 不是那么好对付的 有人把缅甸人最宝贵 最难办的身份证 扔在木杰路边缅媒报道 缅中边境城镇 善邦北部木杰市 大皇宫口岸路边 民众发现大量遭人丢弃 为办理红书收集的身份证和文件 一名当地女性称 数日前 在大皇宫口岸路边 有人发现被丢弃的 近一百份左右的身份证和文件 我估计这些身份证和文件 应该是需要办理红书的人 将身份证和文件交给中介 让中介代办红书 但是 有没有这个桑尽天良的中介卷款逃跑 还将身份证和文件随手丢弃 另外一名当地民众也称 我们也在路边发现 好多身份证和文件 应该是中介丢的 估计是中介骗钱了 估计是中介慌称 可以帮办红书 先收一半的费用 剩余的等拿到红书再给 然后卷款走了 身份证对于我们来说 十分难办 十分重要 中介骗钱可恨 但是把别人最宝贵的身份证 这样随手扔掉 更可恨 当然 中介有错 但轻易相信中介 把如此重要的身份证 交给中介的人也太草率了 据称 遭中介丢弃的身份证和文件 大部分不是本地人 不是木解县户口 为其他地区户口 一名当地女性说 不管是当地的 还是外地的 现在办理红书都难 本地的都不容易 更何况外地的 所以就算平时不认识 不熟悉 千万不要轻信中介 特别现在这个时期 更不要轻易把身份证给别人 当下 木解释每天有上千人排队出国 因此不时发生被中介诈骗的事件 敏剑洋葱在曼德勒市场上受青睐 曼德勒洋葱交易战圈子消息 2024年1月第二周开始 曼德勒市场上 敏剑洋葱交易活跃 急受青睐 一名洋葱和土豆交易战老板称 曼德勒市场上 蒙玉瓦 逆沙 木各聚地区洋葱 也在进入市场 这些洋葱交易都正常 但敏剑地区产的洋葱 则最受欢迎 商人们在大力收购 非常畅销 洋葱除国内商人们在大力收购外 泰国和越南也在收购 因此出口商们也在进行收购 曼德勒市场上 2024年1月19日时 敏剑产洋葱价格为一拽2100免币左右